今日的ET各股推介是 《農源電力916》 揀選原因是 内地政策空间充足 和经济数据回升等因素 持续支撑着中港股市 而风险是外围经济动向和通胀 大行普遍看好港股的后市 潜在升幅又接近一成 多间大行都看好新能源未来的发展 股份可以留意農源 《国家法》改委去年第四季 对电力市场进行了改革 包括有罪推进工商业用户 进入电力市场买电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浮动范围等等 相关改革令到发电企业 有更大的定价能力 和定价电价的弹性 瑞瑞就说到 《農源属于内地电力市场改革核心受惠者》 在新能源发电商当中 预料農源的盈利增长最强 2021至2024年 盈利年复合增长率预料达到3成4 对比2016至2020年 大约11%的盈利复合增长明显加快 股价走势方面 《農源收报》是15.34 升1.2% 策略上有货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先看6月高位 即大约17元左右 主要大行级予其目标价平均大约22元 如果没有持货的投资者 建议猴低位大约14.5收集 以通道底部大约13.5作为参考的指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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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